普及军事知识传播军模文化 大家好,我是风哥 本期的军模电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由A牌最新上市的 1比72法国勒克莱尔组断坦克塑料成品模型 一次两款,这款是雪地迷彩,这款是北约三色 这也是目前市场上唯一的勒克莱尔1比72塑料成品模型 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口来看一看这两款勒克莱尔它的做工究竟如何 先来开这一盒,包装上面有一个封套 硬纸盒 取出来 还有送配重块 非常好 如果有多余还可以给其他的产品进行配重 能够增加它的手感 它用模型的遮盖带进行了一个缠绕固定 防止飞炮塔 还不太好拆啊,打滑啊 要把这个坦克从底座上卸下来还真费了我老大劲儿了 螺丝打滑,拆不下栏 现在只能通过重型是吧 给它旋 你看,鼠头给它旋 把罗马给它旋出来 这样也是一个办法啊 OK 这样可以出来了 我的天哪 不容易不容易 好,来看另外一辆 雪地迷台 希望这一次的 你看它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容易打滑 诶,好 这次终于给我卡上了 就是拧得太紧了 旋车手太紧了 好,可以了 遮盖带,固定带 来啊,给它取下来 嗯,还差一点 嗯,终于下来了 螺帽旋下来才算可以啊 非常的长的一根螺丝 哦啦 这么长两根 我的天哪 螺帽就在里面了 把泡台给它转下来 OK 那这款勒克兰尔 它是采用的板件代工 呃,之前市场上 我知道是有利滑的板件的 其实我自己有代工过 一辆 那现在终于有厂家出成品了 它的涂装呢 北约三色 迷彩的过渡非常的自然 舒服 体现了非常高的制作水准 上漆的喷色的涂装的制作水准 这是那种渐变的过渡啊 裙版 这里是一个白色的法国的地图 这里是一个白色的法国的地图 仔细看啊 是法国的一个地图 两色都有的 履带 还是非常工整啊 平顺的 车脸前部啊 有很多的标识 车灯有分色 主炮看一下 可以实现抚养 同轴机枪 高机 看一下底盘 非常简单 后部 两个油箱 拨拽的钢篮啊 有分色 驾驶员的窗盖是关闭状态啊 不能开启的 车体的表面啊 没有采用那种防滑的涂层 那这个当然是它的板件本身的问题 可以看到它的板件的 我们可以 调量一点啊 可以清楚的看到它板件的一个信息了 ACE的板件看到吗 ACE的一个品牌 那我们顺便呢 把它的配重块加一下 增强它的手感 这样先加上 然后它一来我们就不加 我们来对比一下看看它的重量的区别 进去 好 你看它的宽度啊 刚刚好 刚刚好 我们压一下 压一下啊 好 对 明显成了很多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 你再加第二层啊 也没问题 那我看它给的还是 我觉得这样应该差不多了 可以的啊 那前面还有空间 还可以再塞两块 这么好的空间不要浪费了啊 我们把它前面 给它加上 嗯 嗯 好 按压一下 OK 这舒服多了 那炮塔上面 它有两个成员舱盖 是需要自己进行一个安装的 嗯 嗯 这样就好了吗 感觉是比较松的 这很容易掉耶 好吧 我们玩家给你自己需要啊 不行的话就上蓝金胶 或者把它固定成开启状态 啊 这样子啊 也是可以的 就先这样子吧 先给它搁着 另外一个 朝后开启 可以把它开启状态吧 也是很松啊 那还是给它关上 合上 然后呢 那厂家还非常贴心的提供了一个小白旗 那这是法国的 专属旗帜了 那在这个地方有个小孔孔给它插进去 那插不上啊 我们用蓝钉胶固定 或者只用胶水给它沾死 都没有问题的啊 小白旗啊 必须得枕上 这里给它蓝钉胶塞上 以后呢 我们再插这个小白旗上去 那就这样插着啊 就这样插着就行了 那我们来看这辆 雪地迷彩的 布斯莱尔 它就是在原有三色基础上 又新增了一个白色的色块啊 你看三色都还在 然后又加了一个白色啊 就变成了所谓的雪地迷彩啊 可能在寒季啊 在冬季的时候 的一个涂装 这里有法国的国旗啊 标志 这个主炮怎么有点松感觉 转下炮塔 同样的要给它上 配成块 先不上了吧 待会儿啊 待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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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还没有称重呢 不着急不着急 待会儿再说 铝带平顺 这一点很重要 没问题 挺好 那我们所要做的呢 就是把它的仓盖 装上 就行了 这个是装这里 是装这里 那这一辆呢 它所提供的就是一个法国国旗了 OK 我们来称一下它的重量 那这个是没有加配送快的 重量只有可怜的33.8克 我们加上配送快以后呢 可以达到60克以上 当然你还想继续增重也没问题 可以达到80克 先进点评 A牌的这两款勒克莱尔组装坦克的模型 应该说整体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首先它是填补了市场上 小比例法国组装坦克的成品控牌 外形比较准确 涂装非常的出色 同时还提供了配送快 供我们的玩家进行选择 应该说没什么毛病 那喜欢法军装备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错过 好了 本期就没讲视频 就在这边了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